下面两个美景带你来看到 随着冷空气来袭 阿里山的银杏 现在叶子都变成金黄色的了 有一位志工他就拍下了山区 有一间雌云寺外头的银杏树 这个寺庙好像被聚光灯给包围一样 一片闪亮 另外在高雄茂林区这边 每年冬天都会有超过百万只的紫斑蝶聚集过冬 在最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上山赏蝶 拍着美丽的翅膀成群的紫斑蝶 在绿林间飞舞 翅膀上那紫色蝶衣 挥舞中隐隐闪着 成了这群蝶舞者最美的衣裳 每年入冬超过百万只的紫斑蝶 来到高雄茂林过冬 吸引不少游客上山来赏蝶 沿着步道欣赏他们的翩翩舞姿 除了赏蝶这冬天最舒服的 来泡个暖呼呼的汤 暖身也暖心 同样在六规区的宝来温泉 很多人也来这里泡汤 假日来烫赏蝶泡汤行 身心都舒畅 如果要呼吸更多分多金的 可以来嘉义阿里山 二延平步道观云海 山头云雾飘渺 从轮探在一片白茫茫上 这云海美景从日出到夜里 有幻化的景色令人最新 一样美得闪亮亮的 还有这里 也是位于阿里山区内的 雌云寺一颗颗的银杏树 金黄色的叶子让每颗银杏就如黄金树 阳光下更加的闪耀 每年的11月下旬银杏叶就会转金黄 周期约两个星期 这个周末到阿里山走走 就能欣赏到这满树黄金 华视新闻陈建邦邱军平 许问男嘉义高雄报道